好 國內疫情現在逐漸回穩 也因此中央宣布了 今天開始這個餐飲場所的防疫規範又在放寬 像是內用就不需要使用隔板了 也不限 沒花作 而桌與桌這間距離不需要1.5公尺 除此之外 像是車上的熟食區域 茶葉蛋來 關東煮等等 都不用再麻煩店員可以自行來取用 店員動起來 將桌上的透明隔板通通拆除 因為疫情逐漸平穩 這樣宣布5號開始 餐廳取消沒花作 也能免隔板 不用限制1.5公尺的距離 少了隔板組隔也湧進更多前潮 茶很多 茶少了兩杯 少了隔板組隔不用沒花作 聚餐聊天更方便 不只餐廳鬆綁 超商熟食區也能自己來 來到超商的熟食區域 像是茶葉蛋等等的熟食 從5號開始就不用再麻煩店員了 通通都能夠自行家取 比較方便 因為上班人潮比較多 如果都是由店員取用的話 我們會需要等待一下 所以我們會覺得比較方便 你就不會拿到破碎的蛋 然後不是自己想吃的蛋 像是萊爾富目前只有茶葉蛋 能夠自己夾 未來熱狗包子關東煮等也都OK 而全家7也配合政府規範 跟進松綁 但也有餐飲限制規定恢復了 民眾在百貨美食街大吃特吃 五月疫情大爆發 被市府現時放寬 使用一次性餐具 但如今12號起 不得提供免洗餐具 違者最高罰6000元 而另外針對學校 如果教室夠大 上課人數就能超過80人 從餐飲到校園逐步回歸正常 但並且維持二級警戒 還是不能掉有心心 最後一陣子最合得